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百集 坑 安静的卧室里 楚相龙关紧门窗 他把石雕佛像摆在桌上 宁神观摩许久 只觉得有股佛运流转 妙不可言 但是不管他如何感悟 始终无法从中汲取功法 佛门的金刚神功 果然需要一定的机缘 以及佛法的基础 许其安能够修成金刚不败 确实有些天赋 不过 再怎么也是个没有根基的小人物 略施小技便让他乖乖就范 想到这里呢 楚相龙冷笑一声 既得意又比 哼 什么武道天才 什么天资堪比镇北王 若没有坚政暗中相助 他凭什么和佛门罗汉斗法 京城那些吹嘘他的流言里 楚相龙最反感讨厌的 就是拿他与王爷做比较 一个快手出身的银罗 一个军户出身的低贱之人 他也配 除了金刚神功 此次身上能榨取的利益 少得可怜 否则科举舞弊案里 一次就能榨干他所有价值 楚相龙与曹国公谋划金刚神功 是有原因的 以他们的身份 地位以及见识 岂会不知金刚神功的玄奥呢 楚相龙年少从军 早年随军队围剿流寇时 遇到过一位西域而来的行者 那行者试图用佛法 感化饥饿的流寇 却被流寇捆绑起来 欲碰食指 楚相龙救了行者 为报答他的恩情 行者送了他一块青铜护符 此符刻满佛文 佛运流转 每每佩戴余身 辨绝心生瓶颈 戾气全消 进入一种宛如顿悟般的状态 每次战场厮杀过后 楚相龙便会佩戴在身 消弥戾气 感悟悬而又悬的佛法 支的一声 打开床轨 他取出一只小巧的檀木盒子 揭开盒盖 红筹布包裹着一块巴掌大的青铜符 我虽不是佛门中人 但此符玄妙神奇 能助我进入某种顿悟状态 说不定可以借此领悟金刚神功的玄妙 一旦我修成金刚不坏 战力将提高不止一个层次 关键是 远胜寻常武夫的肉身 能让我在战场上更好的生存 另外 如果我能借助青铜符修炼金刚神功 王爷他肯定也可以 到时候必定重重赏我 想到这里 楚相龙眼神狂热 恨不得立刻感悟佛像 他深吸了一口气 用了一盏茶的功夫 平复情绪 让内心平静 不起波澜 然后 他握住青铜符 开始冥想 渐渐的 他感受到一股浩瀚的温和的气息 头脑因此变得清明 冷静的审视七情六欲 不再被杂念困扰 进入这种状态后 楚相龙睁开眼 专注的观察石像上的佛运 这一次 他清晰的看到了佛像在动 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每一种姿势都伴随着不同的行起方式 真的可以 楚相龙狂喜 险些维持不住 淡然出世的状态 下意识的 他尝试模仿石像上的姿势 模仿那独特的行起方式 眉心一道金漆亮起 迅速的覆盖他的半身 突然 体内气机受到影响 宛如火山喷发 冲击着他的经络和丹田 楚相龙喷出了一口鲜血 体表一道道血管破裂 丹田也被狂暴的气机炸的崩裂 受了重伤 他脸色疏然涨红 痘大汗珠滚落 低头环顾自身 手臂的金漆一点点的退去 怎么会这样 青铜府也不行吗 楚相龙念头闪过 两眼一番昏死过去 过了半个时辰 楚相龙的心腹来寻他 终于发现了昏死过去 奄奄一息的他 朕北王妃听完侍卫禀告 压住心里的喜 练功走火入魔 凹端端的 怎么就走火入魔了 侍卫摇头 呃 被知不知 朕北王妃喜滋滋地说道 死了吗 侍卫又摇头 性命无欲 不过受了重创 丝天剑的术士说 需要卧窗一跃才能恢复 而且发现着太晚 气机逆行 经脉尽端 很可能落下病根 朕北王妃顿日时很失望 侍卫略坐犹豫 说道 不过 被知听说 很可能与 许银罗送来的佛像有关 和他有关 这臭小子 倒是做了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准备王妃笑咪咪地想 齐区的山道 穿着道袍 玉冠束发的李妙真 背着师门赠语的法器长剪 缓步而行 路边野花烂漫 阳光明媚 山清水秀 他一路走一路看 依然自得 一柄红艳艳的油脂伞跟在他身侧 塞下是倾国倾城的苏苏 眸如点漆 红唇鲜艳 肌肤雪白 穿着繁复花美的长裙 李妙真美则美矣 气势呢 却过于凌厉 反观苏苏 完全是一副 风华绝代的豪门千金打扮 眼波流转间媚态天成 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魅惑 再有八十里便到京城了 主人 我们在京城久住一阵 可好 苏苏望着南方 饱寒期待 四天剑我可不熟 许七安已经过去了 没了他的面子 宋卿会搭理你才怪呢 李妙真撇嘴毫不留情的打击 那 苏苏眼珠子一转 狡黠地笑道 我就说自己是许七安 未过门的妻子 李妙真冷笑了一声 那正好 说不得当场就超度了你 让你去陪他 苏苏生气一转身 站在路边气呼呼的 我不去了 我要回天宗 我要回天宗 娇琛的姿态 很能勾起男人怜香 惜玉的柔情 可惜李妙真不是男人 烦手就是一巴掌拍他后脑勺 走不走 挨了揍的素素顿时乖了 你别打我头嘛 都被你打扁了 这时李妙真抽了抽鼻子 脸色一素 我闻到了血腥味 他四处张望了片刻 锁定前方的草丛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订阅